黄大仙信仰 黄大仙信仰由浙江金华开始 流传到广东 在香港更是发扬光大 这一切都源于仙师的分事 普制劝善 在六七十年代 除了息息园的管理阶层进行改革之外 善业的推广也去到各个阶层 实行取资社会、融资社会 现在的息息园设有十七间社会服务单位 包括五间湖里安务院 两间奇婴地区中心 八间奇婴轮社中心 和两间健康服务中心 更加设有一支怀奥运动天地的服务团队 为长者提供多元而全面的院舍 和社区支援服务 黎副主席 息息园最初的事业就是赠医私药 而在其他社会服务工作方面 你们是怎样展开的呢 息息园早期已经推行善业了 而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 都市化的香港社会 也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本源配合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 和政府合作了香港不同的社区 提供多元的社会服务 早在七十年代 息息园已经和社会福利处等机构 合办老人院舍 到了九十年代 在黄大仙区的 息息园社会服务大楼落成 除了设有可任胡鲁安路院 也设有中西衣门诊服务 为社区提供支援 1999年西思园服务大楼落成体用 西衣诊所就搬进去 开始我们的牙科诊所 和物理治疗中心服务 接着我们陆续开拓了新服务 包括和香港理工大学 合办眼科视光学中心 这个中心除了做检查 也有专科的服务 而牙科诊所也增设了 而和此科服务 西衣诊所就增加了 以备猴科 和通证科专科服务 所有服务 我们的收费 都是非常相宜的 在社会服务大楼里面 还设有中医服务中心 除了一般内科门诊 并附有针灸等等的门诊 贯彻普制劝善精神 为市民提供适切的医疗服务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 关爱是最好的灵约 息息源对社会的回归 重新展示了普制劝善的宗旨 令到黄大仙信仰 继续弘善即风 利责群生 记得订阅 点赞 和share 超艺理想频道 点赞